逆袁,如果真相无比残忍,你会选择执念还是逃避? 逆袁,如果真相无比残忍,你会选择执念还是逃避? 隔地动人的时光纠纠结结的在这周步入大结局,逆袁却依旧坚挺要放完下一周,其实现在很多矛盾都已经白热化了,那么多残忍的现实真相都已经揭开神秘的面纱,就等最后引爆,看到底是邪不胜正还是到高一尺磨高一丈了 话说,真相那么残酷,你会选择执念还是逃避呢?在逆袁中就出现了三种情形 第一种,逃避 现在有钱放生万事不愁的贺和平来了新一轮的烦恼,就是别人说他儿子天赐跟他长得不太一样,他心里也有怀疑,当晚就想要取歇儿子的DNA去做新子鉴定,但最后还是下不了决心,因为他内心清楚知道这儿子有很大可能真的不是这儿子的儿子。 他亲生的,如果亲子鉴定报告一出来,那么现在和谐的家庭,老来的子的荣耀都将荡然无存,所以他选择了逃避。 但是,逃避毕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,真相总会有一天浮出水面。 赫和平老婆意识到这件事瞒不了多久,也不愿意老公被前男友要挟,面对日后永无止境的勒索,所以选择坦白,就算最后没得回头,不得原谅,宁愿搬出去也想要老公得个安宁。 所以说,逃避只能得到一时的舒坦,得不到酒肠的和谐,如果小翠不坦白,日后那位前男友照样回来搞事,逃避不了多久的。 第二种,被过面对 汤泽成姐夫不是一个好人,之前汤泽成死的时候就有不少网友脑洞大开的说他可能没有死,是为了揭穿姐夫真面目而假死的,当然这可能性不大。 不过他姐夫不是一个好人却是真的。 为了揭穿这男人真面目,翁指桥特地设下圈套,引得这男人当住自己老婆的面暴露狐狸尾巴,因患是解决了,但是汤泽成姐姐却绕被迫面对残酷现实。 这无疑是最残忍的,首先是自己敌不过自己最讨厌的女人,在翁指桥的设计和逼迫下被迫执念真相。 其次是翁指桥还一副为了汤家人住相的模样,一副高高在上怜悯的模样,以汤泽问的骄傲当然会不爽,最后就是自己信任的丈夫的背叛了。 汤泽问的表现已经是很克制很体面了,换作我,无论是背叛者还是翁指桥这种揭穿真相者,都想要他们付出代价。 第三种,主动执念。 相比上两个人的微微缩缩和蒙在鼓里,Macy就主动勇敢得多,在好友Akai的鼓励开解下,意识到自己确实想要了解清楚自己爱的人究竟是好是坏,如果是好的话,自己就能放下心来。 如果是坏的话,自己也能够劝对方早日回头不会一错再错下去。 所以Macy主动去寻找真相,给贾处打阵定计,问贾卓斌真相。 这份勇气我给满分,可惜的是有勇气却没有武力,而且对坏人心存幻想,现在他是被贾处里巴掌打晕,后面剧透还有说他会被贾处的说辞打动,处于爱和亮姐主动为贾处保守秘密,真是白瞎了直面真相的勇气和成果。 以上三种情况,在剧情中其实没一个是有好结果的,但是放在现实中呢? 当你察觉到有些事情并不简单,可能另有内情,但是直觉又告诉你不要去看知真相,因为真相有可能是你无法承受的,你会选择逃避还是鼓起勇气去直面去寻求答案呢? 不过还有可能就是在你还没下病决心的时候,真相就已经扑面而来逃也逃不掉了,所以当你意识到不妥,就先做好心理准备吧。